而为了推广花生这个农作物 当地的业者也发挥巧思 把花生酱和芝麻酱 加入了意大利进口的天然碾胶 制作成无毒的花生冰淇淋 让夏天到凤林镇的游客 多了一项解暑胜品 行销活动当中也少不了趣味竞赛 多位贵宾在凤隆地区农会总案室的邀请之下 进行了一场友谊赛夹花生的比赛 参赛的民众能够获得主办单位所给的花生冰淇淋兑换券 这也是在地小农结合多方的研发 所创新的夏季花生冰淇淋 在天气炎热的夏天 每一位贵宾人手一支花生冰淇淋 为在地农特产品美食做行销 也能够达成促进明媚自然的田野 奉临镇观光产业的能见度 花生芝麻还有什么口味 花生跟芝麻 好不好吃 好吃 真的 赞 记者能迎接风铃镇采访报道